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力 第244集 强大的神界高兽 这大陆上还有神界存在吗 修炼中的赤立刻被惊醒了 略带诧异的声音从他心里传出来 不错 他应该是刚刚进入神界 另外他还拥有一头神界魔兽 有没有把握挡他一挡 然后带我逃走 我有个朋友遭到了他的追杀 傲风急而不乱 他既挂着云青红的生死 但也不能让赤陪着他送死 若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只能另寻其他方式 刚刚进入神界的话 赤的雨声一顿 回答道 我试试吧 不过傲风 我必须提醒你 我可以保住你的性命无安 因为他们破不了我的防御 但是我也剩不了他们 若是逃脱不了 很有可能你会被他们捉住 赤很了解傲风 他把朋友看得非常重要 所以大约是猜到了 他会如何回答 傲风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没问题 只要不是失去生命 迟早 我都会修炼上来 打回去 不愧是我赤血的伙伴 好 那就上了 赤冷酷而又兴奋地声音传来 好战乃魔兽的本性 火红色的五天星文 在傲风脚下自主扶起 二人签署的是本命契约 不需要傲风亲自召唤 赤本身就能在他的换售空间内 出入自由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灵兵还未飞出这个场地 就听见身后一个冷酷嚣张的声音喝道 小小的神剑 给我留下 火红色的光芒闪动 灵兵方一回头 却见一个红发红毛 全身宛如着火似的绝美少年飞窜过来 华丽的如月赤红耳环 射出一缕光泽 单手自上而下一台 赤血封身闭 灵兵眉头一动 莫得两眼瞪大 急急向后踏出一步 宛如一只受惊的兔子 追捕的行动停止了下来 他感觉到来自灵魂的一股恐惧 本能地做出如此反应 在他正前方的足下 一道可怕的金色火墙 毫无征兆地突然自下而上升起 封神壁 神亦可封 若是有人敢靠上这面墙壁 便会在刹那间灰飞烟灭 天堂火 如此大量的天堂火 灵兵惊骇无比 天堂火 是天火里面最为神秘 也是最为顶级的奇异火焰 之所以认识这种火焰 是因为光芒总坛里 就有一个天堂火燃烧的小型火把 被称之为光芒圣火炬 那一点点天堂火 便造就了总坛里元素流动增加 使得在那儿的修炼速度 比外界快上数倍 也曾有歹人前来 试着摧毁天堂火火炬 但却无一例外地 反被天堂火烧死 里面甚至有一些高剑换宗 和天堂火打交道多年 灵兵一眼便认了出来 也知道 这火焰的厉害 心中微寒地转过身来 全身火红色满脸冷酷的少年身姿 映入眼中 漂亮到极点的赤 连那银灵和神君 也不及他俊美 一出现 就受到了大众的关注 哦 你也是神机魔兽 灵兵脸色微变 看看赤 又看看他身后的傲锋 注意力完全转移了过来 也不追云青红了 少年形态为成长期 成长期便有不亚于子龙的强大力量 灵兵觉得 秦奥峰的潜力威胁 比云青红还要大 赤的脸色略显苍白 每次利用本原力召唤如此大量的天堂火后 都会像第一次见到奥峰一样元气大声 不过不用这一招 拦不住这个神君 可惜这次被他躲了过去 你不配知道 赤冷笑着道 直面冰冷的神君 毫不畏惧霸气依旧 从来没人用这种口气 对灵兵说过话 他不由的面色一沉 冷声怒道 你找死 你还没那个本事杀我 赤血的防御力天下第一 凭你也能破开 那我还要不要混了 奥峰被他嚣张而强势的态度弄得哭笑不得 在一个搭配着神阶魔兽的神阶幻王面前自称第一 他约也只有赤你这个小子干得出来了 灵兵目中闪过冷酷愤怒的光芒 一句废话也不愿多说 莫得抬手 背后巨大的神兽独角兽虚影显现了出来 竟是神阶高手的幻兽技能 而他指向的目标却不是赤 而是作为赤主人的傲风 主人死 幻兽灭 即使高阶幻兽得宝不灭 也会降低一个等级 到时候 不怕制服不了你 赤飞红的眼里 荡起讽刺 哈哈大笑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招 你们光芒幻殿 还真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连正面作战也不敢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打死我的契约者 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随着话音的落下 赤瞬间化为红芒 煞石在奥风周身包裹了一圈 就好像是一个圆球形 透明红光的盾牌 远处灵兵的天空换季形成的光束 便向着奥风正面冲击过来 惊天动地的赤白能量 狠狠撞在红色光盾上 不要收 几声惊怒的大吼声接连响起 几乎在同一时间 秦奥天 雷玉风 月冰炎 西云 兰修 卡亚的三名剑尊 甚至连秦家的秦鼎和两位供奉 还有他们的众多幻兽 一起向着这边暴闪过来 同时对着神军灵兵 发起了强力的攻击 一个小鬼 竟也值得这么多人劳势动众吗 灵兵目光微动 紧接着又扬起了深深的不屑 在踏入了神阶之后 神阶以下的任何力量 对他来说都是没有用的 只见他周身的白色神力暴涨数倍 宛如一匹白色的绸缎 在他身侧形成了一个乳白色 如水纹的光韵 顷刻扩散开去 包括兰修在内所有人的攻击 全部被他在挥手之间轻易卸开 推到了一边 而神阶幻兽技能能量暴涨 已将傲锋的整个身体全部淹没 只见那一片白芒闪烁 再也看不见任何人影 林冰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我和你没完 素来性格温和的兰修 也忍不住开口怒骂 这一刻 众人的心情是那么的无力和不甘 不论是最强的兰修 还是秦奥天 雷玉峰等人 眼看着奥峰整个人 被那道光束吞噬殆尽 眼睛一片通红 擂台被全部摧毁 成为了一片废墟 这场大决斗完全乱套了 全场的队伍集体被震下台面 整个擂台一片残垣断壁 尘土飞扬 就像是刚刚在这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 四下里寂静得可怕 枪了几口尘土 众人却听不见 那烟尘中有任何声音传来 不 这不可能 敖峰 敖峰他 雷玉峰无法接受地大叫一声 素来坚定的眼睛里充满慌乱 内心仿佛被人用刀生生挖走了一块 疼痛难言 面临失去的时候 他更加体会到心中那种感情的强烈 脑子里那个黑袍少年冷裤中 透着温柔的身影越发清晰 紧紧攥住胸前的衣巾 揪作一团 小 小风 其傲天目光涣散 双手紧握 手心被尖锐的指甲刺破 鲜血一滴滴地流下 更加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